Hello大家好 今天呢 今天晚上呢 来朋友这里小聚一下 叫了几个朋友 也好久不见了 等一下的话 跟他们喝一点吧 聊聊心 因为以前都是同学来的嘛 就是这个店了 现在呢 已经来到我朋友这个饭店这里了 也很久没见了 然后呢 小聚一场 来来来 我喝一杯 干杯干杯干杯 回忠 最近过来怎么样 还行啊 就那样啊 工作还顺利吧 进展程度的话 是还可以的 有没有找你平啊 没有没有 没找你平啊 不打算往这方面 也是 年轻的时候就要多次打拼 等以后有成就了 比如说你员了 排的队都等着我们了 那时候 你这句话有没有毛病 有没有毛病 事业最重要 是啊 有一段时间不见了 以前都是上初中的哦 现在的话 左眼睛都二十开头了 挺快的 是吧 那你呢 你这个房间最近 看到了生意还不错了 是 你这里都有点怪不好意思的 你来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再会呗 回忠 你们是要买车了吗 打算买什么车啊 大众职位 大众啊 大众是挺好的 发动机还是可以的 三大众职 出完了 打算什么时候入手啊 年底吧 现在 还在 你要买的是那个SUV 还是轿车的 没是轿车啊 大部分都是轿车啊 是 轿车的话是挺好的 空间也大 那就是那时候要入手大众是吧 那时候的话买车 年轻的话肯定必须要买车的 就是看 就是我感觉不用买太贵 太贵了 买起来也有点挺难的 是 看自己的经济实力来 就 年轻的打算入手 是吧 天忠 你呢 你 有什么打算啊 以前还同样 准备进军的话贵州啊 贵州啊 是 其实呢我们 这几个都是以前玩得挺好的 以前一起打闹啊什么什么的 还是有挺多武艺的嘛 所以今天就来 这个同学这个饭店这里来小聚一餐的聊天 把我们的关系更好一点嘛 因为现在都已经踏足了校园了 没有以前那么的无忧无力了 现在的话就是要努力一点嘛 那就熟完以后 我们关系保保去联系嘛 然后呢以后如果有什么方面的话 可以一起讨论啊什么的 身边的朋友 他哥哥也买车了 也是个挺好的 来再喝一杯吧 太久不见了 这个喝酒的话 我们酒量不怎么行哦 你们不要这样怪哦 没事的 喝酒又不欠酒 那可以啊 对对对 到时候买车的话 我们都可以去看一张啊 一起煮一下什么的 可以 你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好一点 你喝酒 有 那你最近这个家的生意挺不错的 那你有没有打算继承这个行业啊 有考虑过啊 因为文化水平也不高 出来的也早 直到打一份工也不容易 每个月拿点十分之 也不是 也不是一个办法是不是 现在比老爸老妈他们都年龄那么大了 所以靠也靠不住几年了 所以只有慢慢学习吗 所以我感觉年轻的时候必须有无计机场 在你年轻的时候 这样的话在这个社会是有点难升纯下去 就是说你也准备要入手买车了是吧 但是我建议你买车不要买太贵哦 买太贵的话的确车本来就是一个消费品来的 带步工具来的 这东西有利有利嘛 但是它也很消费的哦 你摆在这里一年都是一万开头 那些牛逼的车都不说了嘛 简简单单的话都是要一两万 就是身边的朋友经过几年后 再重聚的话都是有各方面的变化了 都不相同了嘛 但是的话我们都保去联系嘛 以后呢以后有什么方面的话都可以上考一下什么的 因为我们都认识很久了 小学出动啊什么的都挺久了 所以今天就有小聚者然后呢聊聊光 聊聊天啊聊聊心啊什么的 那今天呢我好像想到了一个问题 身边的朋友有的可能都已经结婚了 但是有的还没结婚 这个东西的话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四个人有没有女朋友啊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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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啊 都没有啊 知道啊挺难的 对于说难门也不难 年轻的时候呢 你们有一个经济的来源稳住 但是找女朋友的话 的确挺难的 但是也没错 先是我们以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有成就了 都一切都好说了 年不可能一步登天了 需要经历很多事情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我们这几个网了好了 啊 招备的努力啊 为了以后一些未来的事情 来再赶一杯吧 就几碗了啊 来来 祝我们以后更加的努力 一帆风顺 没有一帆风顺的 不顾不接难 那是可能的